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足阳明胃经上的重要穴位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天疏穴 天疏穴我觉得但凡是学中医的都知道这个穴位 因为这个穴位第一好起穴 然后临床使用的时候功效也特别高 那天疏穴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定位 它在我们的其中 也就是说肚脐穴旁开两寸左右各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天疏穴 如果针刺的时候我们针刺一寸到一寸半就可以了 那你看天疏穴 首先你看它的位置 什么它在我们的其中 也就是在这个上腹和下腹的分界线这 它呢所以呢 你看上腹属天下腹属地 它在中间窝旋疏导 它可以什么让这个中胶的气机上通下达 所以呢天疏穴呢 它一般主要治疗什么大肠的功能 湿肠腹气不通这一类的病症 那我们临床使用的时候 首先肠胃类的疾病 这是我们常用的穴位 那例如说啊 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天疏 配上我们的上巨须 这两针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组合 那以前我讲这个董事齐穴的时候 我说董事齐穴里头有一个腹肠四针 就是用肝门肠门 配上腹肠穴 配上四花下 这四针组在一起 腹肠四针 治疗一切的肠胃类的疾病 那同样 天疏 配上上巨须 那咱们要给它起个名 你就可以叫腹肠二针 就是传统针就叫腹肠二针 这个天疏 配上我们的上巨须 针对所有腹肠类的疾病 我们都可以用这一组穴位 那例如 因为它主要是调肠道的嘛 是中胶器 疏通中胶器器 调腹器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 针对这个 例如说这个便秘 我们可以用天疏 天疏配上这个支钩穴 支钩呢 是治疗便秘的特效穴 这个是治疗这个三胶不通的这种便秘 那你用 假如说你用天疏配上 配上气海 还有我们的足三里 你这样配法呢 这是健脾抑气的 这是菌补下胶器的 这个呢 就可以治疗气虚型的便秘 那再如用天疏 配上我们的这个照海 加上我们的三阴胶 它可以治疗肾虚型的便秘 因为你看 只要你这个肠道类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用天疏 回头呢 加上天疏上气虚来使用吗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这个穴位可以治疗我们的妇科疾病 例如说这个痛经啊 臂经啊 月经不调呀 崩漏啊 这一类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穴 例如说这个临床治疗这个崩漏吧 我们治疗崩漏 你可以用天疏 加上隐白 隐白穴都知道 这是治疗崩漏症的特效穴 写错了啊 天疏配隐白 可以治疗虚性的 这个我们的崩漏 那你如果用天疏配上地基 你可以治疗时症的崩漏 这个呢 就是临床使用的时候要辨证一下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胃病 什么胃疼啊 反酸呀 这个呕吐啊 这一类的 我们都可以来用它 那治疗胃疼的时候呢 胃病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子 你可以针 也可以揪 我们可以用 你看这是中碗 加上两侧的天疏 然后加上七海 观源 你看 你看它的布阵 用它来调整 我们脏腑类的疾病 调整脏腑的平衡 还有温补我们的气血 你可以用纠法 用纠法的时候 同时呢 你还可以加上这个 中间的神区 如果是用针法 我们就不用神区了 因为这是不可以进针的 就是中碗 加两侧的天疏 再加上 气海观源 你看这个气石呢 也跟那个金针大王 那个王乐廷老先生的 那个老石针 是不是很像 老石针就是上中下碗嘛 再加上天疏气海 足三里内关 这不就老石针吗 我们呢 只不过是 直取中胶的这些血位 用它来调理脏腑病 那以上这几个点呢 就是天疏我们临床使用的要点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